哈嘍 大家好 我是江江 今天我们的话题先来聊聊 什么是业力 那先跟大家讲一下不好意思 因为我出国来马来西亚度假 所以呢有几天没有 录影片为大家做服务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背后好了 背后有那个 我们有捷运 现在捷运通过了 有一个亮亮的 亮亮的那个 亮亮的 那应该就是印度庙 对所以 今天用它来做背景 那因为刚刚有点小酌 所以脸可能待会会红红的 先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们来讲一下业力好了 业力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人类可能会认为它是一个 我们可能有做错事情 然后一直累积在身上 可能会等待被生命处罚 或者是 或是 你在现世报就是存在于你现在这个身体里面 然后在你这一生当中可能会接受到的报应 所以我们会称它为业力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 其实业力它是一个 是一个你对事件的认知 对状态的认知 然后有没有勇气去接受现在的状态 比如说 你可能会看到别人 比如说他很不孝顺他的爸爸妈妈 然后你可能会因为这样子 然后让 这件事情可能会让你很生气 但是你有没有 那个勇气去接受 其实那就是一个现实面 就是说 那个爸爸妈妈本来就应该要接受 他儿女对他的不对 不孝顺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 为什么那个父母要接受儿女的不孝顺 是因为可能他们之间的纠葛 本来就存在着 就累似的 累似的 那现在他接受了他的不孝顺 只是在消磨 他可能前世 然后给他的一些功课要去做 所以就是说业力就是怎么讲 你对每一个事情的看法 如果你能够接受每一个当下的时候 其实业力就不存在 那当你认知有对与错的时候 业力就存在 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在对事件来讲 我们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那个想法就是业力 因为不见能的想法是对的 你的认知是对的 这世界上没有对与错 你要记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对与错 你有看到捷运经过吗 我们住在这个饭店很好 那所以再跟大家讲 业力呢 其实是 你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事件 你是不是可以用没有分别心的状态 去接受你现在眼前 或是过去所发生的 就是所发生的种种事情 如果你有勇气去接受 然后并承担 然后就代表 你不会有业力的产生 当你对每一件事情 有任何想法的时候 业力就产生 所以业力不是我们人类所讲的 你做错什么事情 然后累积累积 然后到一个点的时候 你就会接受报应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在这边要跟大家说 业力这个事情呢 就是当我们对一个事情 或是对一个人 或是对一个状态 你开始有你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那就是业力 然后呢 业力存在或不存在 就要看你自己有没有勇气 去接受你现在眼前所看到的人 事件跟状态 如果你能够打开心胸 然后去接受你现在眼前所接触到的一切 然后没有分别新的去对待的话 你的业力就不存在 那所谓的业力 就是我们对我们现在眼睛所看到的世界 很多事情会产生批判 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在我们受教育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自己有感觉说 这件事情是对的 这件事情是错的 这样做才是对的 那样做才是对的 其实没有 No 没有 就是当你看到新闻 然后去报导一些 可能你自己觉得不正当的事情的时候 你如果对这个事情是没带任何想法的时候 你就不会产生那样的业力 或是说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对在做这件事情不产生对与错的想法时 你的业力是不存在的 再加上过往 我们小时候到现在长大 现在这个过程到你现在今天 你活到今天 过往的所有点点滴滴 你会产生对与错 比如说如果我妈妈从小是重男轻女的教育 那我可能以前还没练习 还不能了解什么是业力时 我会觉得说我受了不公平的待遇 可是当你练习到 你了解业力并不是对与错的产生时 他只是一个 他只是一个你 你必须要认识到 这个一切所有发生的状态 都是在自然发生状态 也是说必须必然要被发生的状态 然后你必须要有勇气去接受那些过往 比如说我必须要有勇气去接受 我从小被我妈妈去就是重男轻女的教育啊 然后对待我啊 然后我必须要勇敢的去接受这一切 然后不带任何想法的前进的继续过日子 如果我能抛开没有对与错 妈妈这样对我没有错 我有情绪没有对与错 任何的事情都没有对与错 如果我能够勇敢的接受这一切都没有对与错的时候 过往的那些业力就不将存在 了解吗 所以业力不是我们人类所说 你做了很多的坏事情会得到报应 其实那些报应是我们自己人类自己把它幻想出来的一个 也不是幻想啦 就是过往的人们都是这样子称呼它 但实际上不是 只要在你没有呼吸的那一刻 你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人事物 你都不产生任何想法时 你这个身体就不带有任何的业力存在 懂吗 所以今天用这个小小影片跟大家解释 业力不是代表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 然后背着很多必须要被惩罚的一些可能程序 No, no, no,不是 它就是你对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认知 你是不是可以了解说 你对每一个人 你存在的每一个当下 你的眼睛看到的一切 你是没有带任何批判 没有带任何分别心 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然后勇于去接受的话 你将不带有业力的产生 包含我们看到的新闻 负面的新闻 暴力的新闻 或是非常良善的新闻 其实都 比如说我们看到暴力的 我们可能会认为说 这个人做得很坏 或是什么 这个人不对 他怎么可以杀了人 然后他怎么可以抢劫 或者是相反 这个人太很善良 他捐了很多的钱 然后他可能帮助多少人 等等 当你的想法有二跟三时 业力即将产生 那如果 你看新闻 你只是看 但是你不带有任何情绪时 业力不将产生 就不会产生 了解吗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业力这个东西 其实不是我们人类所讲的 如果你做坏事情 可能会得到保一弄 它是存在于想法之间 存在于你的分别心 存在你对任何事件的批判心 然后存在于你有没有勇气去接受 甚至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有没有勇气去接受 你自己制造的后果 所以业力存在想法之间 不在什么报应 了解吗 所以今天在这边用小小影片 我们在马来西亚 再给大家看一下 后面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印度庙 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跟大家做分享 OK I love you 拜拜